我注意到这是美方美国国务卿 37年以来首次访问斐济 我来开会之前也做了一些家庭作业 我查了一下85年以来 访问斐济的中国领导人的 有关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大家 1985年以来 到访斐济的外长级别以上的中国领导人 有20多位 近年来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快速平稳发展 双方政治上相互尊重 经济上相互支持 人文上相互亲近 已成为不同地域 不同大小 不同文化国家之间 友好相处 团结合作的典范 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过程中 坚持大小国家娱力平等 秉持正确 毅力观和真实 亲程理念 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受到岛国政府和民众的真诚欢迎 前不久 汤家火山爆发 造成严重灾害 中方迅速行动 多渠道紧急持缘 11月 去年11月 索罗门群岛发生骚乱 中方为索方止暴制乱 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 提供了坚定有力的支持 近段时间 多个岛国 疫情突然加剧 中方及岛国之所及 克服交通不变的困难 通过海空等各种渠道 运送了大量抗疫物资和医疗设备 这些都是中国同岛国守望相助 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 公开透明 开放包容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我们希望各国都能采取实际行动 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挑战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 稳定和发展的事